凡界凶险未知 妙法阁精心挑选了几件法器 请帝君佩戴玉身 我不收任何物件 请回吧 帝君 不知帝君可愿收在这个 陆民奉帝尊之命 来送帝君一程 此乃瑶池莲种 道时种子凡剑 必定美不胜受 愿此美景 能让帝君身处凡剑 心有慰剑 好 我收下来 帝君 你如此不顾我们心血 却只对此物这般清淡 难道 是另有寓意 帝君若不解释清楚 恐怕叫我等寒心 你作何感受 本君并不在乎 不讨扰帝君啊 不讨扰帝君啊 多谢帝君出手相救 不知炎淡可还安好 他已经去往凡间 因为强行抹去了他的记忆 只能做一只妖了 妖 我妖也好 手术绵长 想必 他应当能更加快活自在 只是没有想到 我如今也要去 若是能与他重逢 待我返回天界之时 定会告知你他的亲国 多谢帝君 凡人乃肉体凡胎 承受不住上神之力 天界之人下凡历难 皆会生出天才仙衣 包裹仙灵 以免肉身暴裂 所以 帝君一定要保护好仙衣 更要保护好 颜丹 我明白 凡间历难 须经人生八苦 望帝君 保重 恭送帝君 咱们 也终不会再留到掌剑来回 给我把护那一位 斗银沾与苍生同悲 三千桌浪翠 心不染成灰 山甘云甘随 多看不破的巨天归 早红尘不许百转千回 浮花开望面随 空有人裂不一归 千江游水千江醉 为轻狂为恩义奉陪 便人生归美 无我已无畏 捉成负慈悲 哪怕已自由去勿悔 但我真心与红尘同美 可错过 可扬灰 放作有情人的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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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